随着世界的不断变迁 有九种灵魂正在逐渐被淘汰 我们常听到物竞天泽 适者生存这句话 而这不仅仅适用于物质世界 同样也是用于精神层面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社会的演变 那些曾经主导意识的低级灵魂 正在失去他们的立足之地 未来我们可能会见证 更多类似的灵魂面临同样的命运 那么这九种灵魂究竟是哪九种 它们的特征又是什么呢 让我们一起来揭开这个谜底 第一种自私自利的灵魂 在这个日益复杂和互联的世界中 自私自利的灵魂正逐渐被淘汰 这种现象并非偶然 而是社会进步和人类精神进化的必然结果 自私的灵魂专注于个人利益 忽视他人的需求和感受 这样的行为模式在现代社会中越来越难以立足 曾解合时 自私可能被视为一种生存技能 一种保护自我的手段 但随着社会的发展 合作与共情变得越来越重要 现代社会强调的是团结互助 共同面对挑战 当我们专注于自我 忽视他人 我们会发现自己的世界变得狭窄 失去了来自他人的支持与理解 人类是社会性动物 我们的进步和成就是建立在互助和合作的基础上的 自私自利的灵魂无法适应这种新的社会模式 因为在这个互联互通的时代 每个人都需要依赖他人的帮助和支持 无论是在职场上还是生活中 我们都需要与他人合作 共同完成目标 当我们只关注个人利益 忽视团队的力量 我们最终会发现自己孤立无援 这种自私的行为模式 也会对个人的精神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自私的人往往会感到孤独和不满 因为他们缺乏身后的人际关系 相反 那些无私奉献 关心他人的人 通常拥有更好的心理健康和更满意的人生 他们的生活中充满了来自他人的爱和支持 这些是无法用金钱或物质来衡量的 灵魂的进化需要我们超越自我 关注更大的共同利益 当我们学会关心他人 并且愿意为他人的幸福付出努力 我们的灵魂才能真正得到提升 这不仅仅是为了他人 也是为了我们自己 因为当我们关心和帮助他人时 我们会发现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充实和平静 我们会体验到一种深刻的满足感 这种满足感来自于与他人建立的深厚联系和共同的目标 此外 自私自利的灵魂还会对整个社会造成负面影响 当社会中充斥着自私的行为 信任和合作将会变得稀缺 社会将会变得更加分裂和不稳定 相反 当我们每个人都学会无私的关心他人 整个社会将会变得更加和谐和稳定 我们的集体幸福和个人幸福是密不可分的 让我们来看看一些具体的例子 在职场中 自私的人往往会忽视团队的需求 只关注自己的表现和利益 然而 真正成功的企业通常都是那些拥有强大团队合作精神的企业 当每个人都愿意为了团队的成功而努力 企业才能真正实现持久的发展 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家庭和社区 当我们关心家人和邻居 我们的生活环境将会变得更加美好和温馨 值得注意的是 自私并不是天生的 而是后天形成的 每个人都有能力改变自己的行为模式 学会更加无私的对待他人 这需要我们不断反思自己的行为 并且愿意做出改变 我们可以通过小小的善举来开始 比如主动帮助有需要的人 或者简单的对身边的人表达关心和感激 这些看似微小的行动 却能够对我们的灵魂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二种 抗拒变化的灵魂 抗拒变化的灵魂 就像被困在一个时间的牢笼中 不断地重复住过去的模式 无法向前迈进 在这个飞速变迁的世界里 我们每一天都在面对新的挑战和机会 唯有那些能够灵活应对变化的人 才能在这场持续不断的进化赛跑中站稳脚跟 那些抗拒变化的灵魂 往往选择了停滞补钱 结果他们只能在原地踏步 逐渐被这个世界所淘汰 当我们谈到变化 我们指的是生活中各个方面的转变 科技的进步 社会结构的调整 工作环境的革新 甚至是我们内心世界的成长 对于抗拒变化的灵魂来说 这些变化无异于一个巨大的威胁 因为他们无法适应新的环境 也无法迎接新的挑战 这些灵魂常常迷恋于过去的荣光 现在就有的思维模式中 无法看到未来的无限可能 试想一下 如果一个人一直固肘于过去的成功经验 不愿意接受新的技术 他在面对如今数位化浪潮的冲击时 必然会感到无所适从 这不仅会影响到他的职业生涯 也会使他的人生失去方向感 这就是为什么是硬力变得如此重要 它不仅是一种生存技能 更是一种让我们不断成长 不断自我更新的力量 抗拒变化的灵魂往往表现出极大的恐惧 害怕未知的挑战 害怕失去控制 这种恐惧让他们选择了固不自封 而不是勇敢的迎接变化 然而 我们应该明白 变化本身就是生活的一部分 无论我们如何抗拒 它都会如期而至 当我们选择抗拒变化 我们实际上是在拒绝成长的机会 拒绝了生命中更多的可能性 有一个故事曾经深深打动我 一位老木匠 他的手艺精湛 但他坚持使用传统的工具 拒绝学习新技术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的顾客逐渐流失 因为他的作品虽然精美 但效率低下 无法满足现代人的需求 最终 他的工作是关门大吉 成了一个时代的遗迹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无论我们多么优秀 如果不愿意接受变化 最终都会被时代的洪流所淹没 所以面对变化 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积极的态度 当我们接受变化 我们就是在接受新的挑战 新的机会 这种接受并不是盲目的 而是有智慧的 我们要学会分析变化 理解变化 从中找到自己的立足点 这样 我们才能在变化中茁壮成长 成为真正的强者 变化并不总是令人愉快的 它常常伴随着不确定性和风险 但是正是在这种不确定性中 我们才能找到自我提升的契机 当我们勇敢地迎接变化 我们会发现自己的潜能是无限的 这种潜能是我们成功的关键 是我们面对未来挑战时 最强有力的武器 第三种 缺乏同理心的灵魂 当我们谈论灵魂的进化时 我们会发现其中有一个核心的要素 就是同理心 缺乏同理心的灵魂 往往是那些逐渐被世界淘汰的 低级灵魂之一 为什么这么说呢 让我们深入探讨一下这个问题 同理心是一种能够理解和感受 他人情感的能力 这不是简单的情感认知 而是一种深层次的情感交流 当一个人拥有同理心 他能够真实地体会到他人的喜怒哀乐 这种情感上的连结 让人们之间的互动变得更加真诚和有意义 然而 没有同理心的灵魂 缺乏这种能力 他们无法真正理解他人 这导致了人际关系的破裂和疏离 举个例子 想象一下你和一个缺乏同理心的人在一起 他无法理解你在经历困难时的痛苦 也无法分享你成功时的喜悦 这样的互动会让你感到孤独和被忽视 长此以往 你会开始疏远这个人 甚至不再愿意与他交流 这就是缺乏同理心的灵魂所面临的困境 他们无法建立和维持深厚的情感联系 终将被社会边缘化 同理心的重要性在现代社会中愈发凸显 随着科技的进步 人们的交流方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虽然我们可以通过网络与世界各地的人联系 但真正的情感交流却变得更加稀缺 在这样的背景下 同理心显得尤为珍贵 它是一种能够跨越文化和语言障碍的力量 让我们能够与不同背景的人建立真正的情感联系 科学研究表明 拥有高同理心的人更容易成功 无论是在职场还是生活中 这是因为他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和回应他人的需求 从而建立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 例如 一个具备同理心的领导者 能够理解员工的困难和需求 从而提供适当的支持和激励 这不仅提升了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还加强了团队的凝聚力 同样的 在日常生活中 同理心让我们能够更好地理解家人和朋友的情感 从而建立更深厚的关系 当我们能够感同身受地去理解他人 对方也会更加愿意敞开心扉 这种相互理解和支持 是维持长久关系的基础 然而 缺乏同理心的灵魂 他们无法体会到这种情感交流的美好 他们的世界 往往是孤独和冰冷的 因为他们无法真正理解他人的情感 也无法让他人感受到自己的情感 这种情感上的疏离 使得他们在人际关系中频频受挫 最终被社会所淘汰 这不仅是个人层面的问题 从整体社会来看 缺乏同理心的灵魂 会对社会的和谐和发展造成负面影响 当我们无法理解和尊重他人的情感时 矛盾和冲突便会不断升级 这样的社会 将充满不信任和冷漠 无法实现真正的进步和繁荣 反之 当同理心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 我们将能够建立一个更加和谐和有爱的世界 每个人都能够感受到被理解和被尊重 这将集大地提升社会的整体幸福感和凝聚力 同理心 正是灵魂进化的重要因素 只有具备这种品质的灵魂 才能真正适应和融入现代社会的发展潮流 所以 我们每个人都应该努力培养和提升自己的同理心 这不仅是对他人的尊重 更是对自己的提升 通过不断的反思和学习 我们可以变得更加善解人意 能够真正的与他人建立深厚的情感联系 这样的努力将让我们的灵魂得到升华 成为一个更加完整和有爱的人 最后我想强调的是 同理心不仅仅是一种情感能力 它还是一种生活态度 当我们能够以同理心去对待周围的每一个人 我们将会发现生活变得更加美好 人际关系变得更加和谐 这种改变不仅仅是对个人的提升 更是对整个社会的贡献 第四种 过度依赖物质的灵魂 过度依赖物质财富和外在成功的灵魂 逐渐失去意义和方向 这是一个深刻而普遍的问题 当我们把幸福和满足完全寄托在外在的财富和成就上时 生活的重心和目标就会逐渐偏离 最终导致内心的空虚和迷失 首先 物质财富和外在成功本质上是短暂合一式的 房子 车子 奢侈品 这些物质财富能带来的快乐是短暂的 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快乐会逐渐减弱 甚至消失 当我们不断追求更多 更好的物质享受时 我们的内心便会陷入无止境的欲望和焦虑之中 这种过度依赖物质的行为 使我们忽略了内心真正的需求 无法找到持久的幸福感 其次 过度依赖外在成功会让我们失去自我认同 很多人把自己的价值与工作 地位和财富挂钩 认为只有取得外在的成功才能证明自己的价值 然而 这样的价值观会让我们在面对失败和挫折时变得脆弱和不安 一旦我们未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内心便会感到迷茫和沮丧 这种情况下 灵魂会变得愈加迷失 另外 过度依赖物质和外在成功也会影响我们的人际关系 当我们将重心放在追求物质财富和外在成就上时 往往会忽视与家人朋友的关系 我们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在工作和赚钱上 而忽略了家庭和友情的重要性 这样的生活方式会让我们在人际关系上变得孤立和疏远 最终导致内心的孤独感 在这样的情况下 灵性成长显得尤为重要 灵性成长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自我 寻求内在的丰盛和精神上的满足 这需要我们放下对物质的执着 开始关注内心的需求 内在的丰盛是一种无形的财富 它来自于对生活的满足感和对自我的认识 当我们拥有了这种内在的丰盛 我们就不再需要通过外在的物质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灵性成长可以通过每天的冥想 自省和灵性修行来实现 这些活动可以帮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自己的内心世界 了解自己的真正需求 通过这样的练习 我们会发现内心的平静和幸福感逐渐增强 我们会学会如何与自己相处 如何在内心找到平静和快乐 而不是依赖外在的物质和成功 当我们开始注重内在的丰盛时 我们的生活将会发生积极的变化 我们会变得更加平和和满足 不再被物质欲望所驱使 这种内在的平静和幸福感 会让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更加坚强和从容 我们不再需要通过外在的成就来证明自己的价值 而是通过内在的充实感来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 灵性成长还能帮助我们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 当我们不再过度依赖物质来满足自己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与人相处变得更加轻松和愉快 我们不再需要通过炫耀自己的财富来吸引别人的注意 而是通过内心的充实和真诚来与人交往 这样的人际关系更加真实 更加稳定 因为它们建立在内心的丰盛上 而不是外在的物质上 第五种缺乏自行能力的灵魂 在这个快速变迁的时代 缺乏自行能力的灵魂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自行是灵魂进步的一个重要步骤 能够帮助我们理解自身的行为和思维模式 从而做出积极的改变 这种能力对个人的精神成长至关重要 当我们无法自行 就如同迷失在漫漫长夜中 找不到前行的方向 我们常常看到 有些人总是固执己见 无法接受别人的建议或批评 他们认为自己的做法永远是对的 从不怀疑自己的行为是否合理 这种缺乏自行的态度 不仅让他们难以进步 还会导致与他人关系的恶化 当一个人无法认识到自己的错误 就无法从错误中学习和成长 最终会被时代所淘汰 自行的过程其实并不复杂 但却需要诚实和勇气 每个人都会犯错 但关键在于我们是否能够面对这些错误 并从中汲取教训 当我们能够诚实地反思自己的行为时 我们才能够看清自己的不足 并找到改建的方法 这是一个需要时间和耐心的过程 但它却是我们成长的必经之路 有些人可能会问 为什么自行如此重要 自行不仅仅是对自己的反思 更是对未来的规划 通过自行 我们能够了解自己真正想要什么 从而制定更符合自己目标的计划 这种清晰的目标感 能够让我们在面对挑战时更加坚定 不会轻易放弃 此外 自行还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他人 当我们能够站在别人的立场上思考问题时 我们就会发现 很多冲突和误会其实都是可以避免的 通过自行 我们能够变得更加宽容和理解 从而建立更健康的人际关系 然而 自行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它需要我们拥有开放的心态 愿意接受批评和建议 有些人可能会觉得 自行是一种软弱的表现 但实际上 它是内心强大的象征 只有那些真正自信的人 才敢于面对自己的不足 并勇于改正 我们也应该认识到 自行是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 随着我们的成长和精力的增加 我们会发现 自己需要反思的地方也在不断变化 因此 我们必须保持一颗谦虚的心 不断地学习和进步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够真正实现自我的提升 成为更好的自己 在这个充满竞争的社会中 缺乏自信能力的人 很难在职场上获得长足的进步 因为他们无法正视自己的问题 也无法接受别人的建议 自然就无法改进工作中的不足 这样的人 不仅无法得到上司的认可 也很难与同时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久而久之 他们就会被更有自信能力 和进取心的人所取代 最终被淘汰出局 而在个人的生活中 缺乏自信能力的人 同样会面临许多困难 因为他们总是以自我为中心 无法体察他人的感受 这样的人际关系往往比较紧张 当朋友和家人感受到他们的冷漠和固执 逐渐会选择疏远他们 最终 他们可能会发现 自己变得越来越孤单 甚至无法获得真正的快乐 这些问题的根源都是因为缺乏自省的能力所导致的 如果我们能够认识到这一点 并主动的去改变自己 那么我们就能够摆脱这些困境 迎来更美好的未来 自省是一种强大的力量 能够帮助我们打破内心的枷锁 释放出无限的潜能 第六种 追求短期利益的灵魂 人类的本质中总是存在着追求短期利益的倾向 这是第六种逐渐被世界淘汰的低级灵魂 这种灵魂的人往往只注重眼前的利益 忽略了长远的影响和后果 在当今社会 随着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兴起 这样的心态越来越受到挑战 追求短期利益的灵魂常常会选择快速赚钱的途径 例如投资高风险的金融产品 或采取不道德的商业行为 然而 这些行为通常伴随着巨大的风险 可能会导致个人和社会的长期损害 例如 一些公司为了快速盈利 不惜污染环境 剥削劳工 甚至使用不安全的材料生产产品 这些行为在短期内可能带来丰厚的利润 但长期来看 却会损害公司的声誉 甚至引发法律诉讼和经济损失 除此之外 追求短期利益的人 也往往忽略了自己的健康和生活品质 例如 有些人为了多赚一点钱 拼命加班 长时间处于高压状态 最终导致身心俱疲 甚至引发严重的健康问题 这样的行为 不仅影响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还可能缩短他们的寿命 让他们无法享受未来的成果 然而 社会正在改变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 可持续发展和长期目标的重要性 他们明白 只有平衡眼前的需求和未来的发展 才能真正实现长期的成功和幸福 这种转变体现在各个方面 从个人的生活方式到企业的经营策略 再到政府的政策制定 都在朝著更加可持续和负责任的方向迈进 在个人层面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重视健康和生活品质 他们不再仅仅追求物质的富足 而是注重精神的满足和生活的平衡 他们会花时间锻炼身体 学习新知识 培养兴趣爱好 这些行为不仅提高了他们的生活质量 还帮助他们在未来面对挑战时 更加从容和自信 在企业层面 越来越多的公司开始采用 可持续发展的经营策略 他们不再仅仅追求短期的盈利 而是注重长期的发展和社会责任 这些公司会投资于环保技术 改善工作环境 提供公平的薪酬和福利 这些措施不仅提高了公司的社会形象 还吸引了更多的优秀人才 为公司的长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然而 这样的转变并非一招一席之功 需要每个人的努力和坚持 每个人都应该从自身做起 改变追求短期利益的心态 学会平衡眼前的需求和未来的发展 这不仅需要个人的努力 也需要社会的支持和鼓励 只有这样 我们才能真正实现可持续的发展 让每个人都能享受长期的幸福和成功 我们生活在一个美丽的星球上 但不尊重自然和环境的灵魂 却逐渐摧毁这个美丽的世界 想象一下 那些无视自然规律 肆意破坏环境的人 他们的灵魂在未来将会面临什么样的后果 他们将被迫面对生态灾难的巨大冲击 不仅危及自己的生活 更威胁整个人类的生存和繁荣 首先 让我们看看这些不尊重自然的行为 会带来哪些具体的危害 当前全球变暖 极端天气频发 海平面上升 物种灭绝等一系列环境问题 正在我们眼前展开 这些问题不仅仅是数字和统计数据 而是真实影响到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 试想 当自然灾害频发 极端天气变得更加常见时 我们的家园将变得多么脆弱 那些无视自然 肆意排放温室气体 滥发森林 污染水源的人 他们的行为正在把我们推向一个不可逆转的深渊 在这 环境保护和可持续发展 已经成为全球关注的焦点 这绝非偶然 这是因为我们深知 如果不与自然和谐共生 未来的生存和繁荣将无从谈起 自然界的每一个生物 每一片土地 每一滴水都有其存在的意义和价值 他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和谐的生态系统 而那些不尊重自然的灵魂 他们的存在就像是一个不和谐的音符 破坏了整个交响乐章的美妙旋律 举个例子 看看那些过度捕捞和污染海洋的人 他们的行为导致了海洋生态系统的严重失衡 珊瑚礁逐渐消失 鱼类资源枯竭 海洋污染严重 这些问题不仅仅影响到海洋生物的生存 更进一步威胁到依赖海洋资源为生的人们 这些现象告诉我们 不尊重自然的行为必将带来毁灭性的后果 然而 值得庆幸的是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 并积极投入到可持续发展的行动中 从个人的小举动到企业的环保政策 从国家的环境立法到国际间的合作协议 这些努力都是在为我们的地球 为我们的未来贡献力量 每一个行动 每一个决定都在向我们展示 只要我们尊重自然 学会与自然和谐共生 未来依然充满希望 第八种缺乏灵性的灵魂 缺乏灵性的灵魂逐渐被淘汰 这是一个值得我们深思的现象 灵性对于一个人来说 就像是生命的罗盘 指引我们前进的方向 然而 当一个灵魂缺乏灵性追求时 便会如同失去了方向的船只 瘤泊在广阔无边的海洋中 感到迷失 空虚和无意义 这样的灵魂 很容易被外在的事物所左右 陷入物质追求的泥潭 当我们一心只追求金钱 地位和名利时 我们的内心便会感到一种 莫名的空虚和不安 这是因为 物质的满足只能带来暂时的快乐 无法填补内心深处的空洞 缺乏灵性追求的灵魂 无法找到生命的真正意义 最终可能会陷入迷茫和绝望 灵性的缺失 使得这些灵魂 无法体验到内在的和平和满足 它们常常感到生活枯燥乏味 无法从日常的事物中获得快乐 这种感觉会逐渐侵蚀 它们的精神世界使它们变得更加冷漠和孤独 久而久之 这些灵魂便会被世界所淘汰 因为它们失去了对生命的热情和动力 没有灵性追求的灵魂 容易迷失方向 它们没有明确的人生目标 无法理解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这种迷失感会让它们感到无所适从 找不到生活的意义和价值 当我们不知道自己要去哪里时 我们很难在前进的道路上坚持下去 这样的灵魂很容易在困难和挑战面前退缩 甚至放弃 灵性追求 是我们找到生命意义和内在和平的重要途径 它能够帮助我们在迷茫中找到方向 在空虚中找到满足 当我们开始进行灵性探索时 我们会发现 内心的和平和满足是可以通过自我实现来获得的 这种自我实现并不是追求外在的成功和财富 而是寻找到内心的平衡和和谐 灵性成长 使我们更加完整和满足 当我们拥有灵性的指引 我们会变得更加积极 健康和快乐 我们不再被外在的事物所迷惑 而是能够从内心深处找到真正的幸福 这种幸福 不仅是暂时的愉悦 而是一种持久的内心平静和满足 当我们拥有这种内心平静和满足时 我们的生活质量会大大提高 然而 缺乏灵性的灵魂 无法体验到这种内在的幸福 它们会变得越来越焦虑和不安 因为它们无法找到生活的真正意义 这种焦虑和不安 会让它们变得更加孤立和封闭 最终被世界所淘汰 第九种 否定他人的灵魂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里 我们每个人都在不断适应和改变 然而 有一种灵魂 否定他人的灵魂 正在逐渐被世界所淘汰 这种灵魂无法建立健康的人际关系 因为它们总是批评和否定他人 而这种行为在现代社会中显得格格不入 否定他人的灵魂 是一种对他人价值的忽视和不尊重 这不仅伤害了被否定者 也对自身的心理健康造成了影响 这样的灵魂需要学会接纳和欣赏他人 才能创造和谐的人际环境 想象一下 你正处于一个聚会中 充满了欢笑和快乐的氛围 每个人都在分享自己的经历和故事 气氛愉快而融洽 然而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总是批评他人的人 他的话语总是充满了负面情绪 对他人的努力和成就视而不见 这样的行为 不仅让整个聚会的气氛变得沉重 还让人感到哑也和不快 这就是否定他人的灵魂所带来的影响 我们生活在一个需要互相支持和理解的社会 积极正面的交流和支持 已成为现代社会的重要价值 无论是在家庭 职场还是朋友之间 支持和理解他人 才能建立起牢固而健康的人际关系 而否定他人的灵魂 却恰恰与这些价值观背道而驰 他们常常因为自身的自卑感或是极度心理 对他人的成功和努力视而不见 反而选择用批评和否定来掩盖自己的不足 在现代社会中 这种否定他人的行为 正在逐渐被淘汰 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意识到 积极正面的心态和行为 才能真正带来内心的平和和幸福 否定他人的灵魂虽然可能一时感到遥跃 但最终会因为无法获得真诚的人际关系 而陷入孤立和孤独 那么否定他人的灵魂应该如何改变呢 首先 他们需要学会自我反省 认识到自己的否定行为 对他人和自己的伤害 这是一个痛苦但必须的过程 只有当他们真正认识到这一点 才有可能开始改变自己的行为 其次 他们需要学会接纳和欣赏他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优点和缺点 我们应该学会看到他人的优点 并真心实意的赞美和鼓励他人 这不仅能够改善人际关系 还能让自己变得更加开朗和积极 当我们开始接纳和欣赏他人时 我们会发现世界变得更加美好 与其把时间和精力浪费在批评和否定他人上 不如用这些时间来提升自己 学习新知识 拓展自己的眼界 当我们变得更好时 我们也会更容易看到他人的优点 从而形成一个积极的良性循环 总结来说 这九种渐渐被世界淘汰的低级灵魂 代表了人性中负面的特质和行为 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变迁 人们越来越重视正向价值观与积极态度 未来 我们可以期望看到更多这样的变化 让世界变得更加美好和谐 希望每个人都能够自我反省 提升自己的灵魂层次 共同创造一个更光明的未来 常言道 看所改善人生 感恩改变生命 让我们一起学习 领悟人生 分享就到这里 如果你觉得有用的话 请订阅我们的频道 感恩有你们 才有我们 愿你智慧日增 平安健康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 请分享给更多的朋友 让我们共同追求快乐 携手打造美好的未来